中国电商巨部阿里巴巴集团在14日在台北举办达人之夜活动,向台湾网红说明如何透过直播变现,并招募心血。 淘宝网牌主播雷亚说,台湾网红有优势,加入淘宝会让它有压力。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淘宝,天猫与线商营销平台阿里妈妈,将在台湾首次合作举办达人之夜活动,由阿里妈妈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傅立鹏,天猫海外营销总经理金阳说明达人内容生态发展及职业化,将有200位台湾网红参加。 此外,曾抵造一晚创下人民币8500万元销售记录的大陆超人气主播雷亚也受邀出席,将与台湾知名网红百变配例,进行两岸达人PK赛。 金阳今天透过视讯会议受访表示,大陆网红经济与台湾不同,大陆随着电商、内容消费的发展,网红变得更有电商属性。 很多大陆网红透过直播变现,虽然年轻但收入不菲,与电商平台建立了互相依存的模式。 金阳研究台湾市场,一年多以来发现,台湾网红规模与成熟度很高,属性更偏向于乐化与综艺化。 例如有些达人会上节目通告,发表视频作品,但是在电商属性上相对薄弱,缺乏商业化模式。 他指出,大陆淘宝直播生态已很成熟,粉丝依存度高,有助于拉长用户停留在平台上的时间,与商家更深入交流,成为利益共生体。 希望淘宝网红经济进入台湾市场能让整体生态更丰富,以淘宝为栽体,让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的互动更内容化。 淘宝内部数据显示,淘宝直播可做到边看边买,每两人观看直播,会有一人点击商品,直播的购买转换率约15%,相当于每七人观看直播会有一人下单,一年直播超过320场。 粉丝,数超过200万人的威亚说,传统直播聚焦长相甜美,会表演才艺的主播,吸引用户打赏,现在是透过直播为消费者带来需要的产品,与传统直播差异很大,还可以在互动中传达更多的正能量。 威亚观察,淘宝主播分为三种类型,第一种是店铺主播,例如卖女装或卖鞋的店铺,第二种是达人主播,自己没有店铺,主要帮商家推广,第三种是混合型主播,自己有店铺也帮商家推广,他自己就属于第三种。 得知台湾网红有望加入淘宝,威亚坦言会有压力,台湾网红的优势是在直播中加入娱乐色彩,大家一定会喜欢,但可能要经历一段过渡期,找出娱乐与店商的平衡点,否则粉丝可能喜欢看直播,却不一定会下单购买。 威亚强调,随着淘宝达人越来越多,粉丝规模也会跟着变大,这是好事,有压力才会鞭策自己进步,他也提醒,达人最重要的是对消费者、商家的责任心,大家共同维护这个家园,会越来越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